如果呢你解壓縮完了 這個素材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在這邊 好 解壓縮開來 是不是在這裡 假設你現在因為還沒有攝影機 所以你就打開這個藍綠幕 你看我們這邊有沒有一個藍幕的影片 你可以把它直接這樣丟進來 直接丟進來 有沒有 它們就進來了 對不對 那你進來之後當然你可以是需要你自己調整一下大小 這OK 那在這邊呢 你按右鍵 你可以在這裡按右鍵 也可以在這裡按右鍵都沒關係 但是因為它現在是影片 所以呢 你等一下要留意一下 有一個屬性 因為它預設只會怎麼樣 循環一次 也就是說只播一次影片就沒了 所以你當然發現奇怪什麼影片就不見了 它們兩個就退場了 有沒有 就再見了 如果你希望它們繼續講下去 有沒有 你就把它勾循環 這樣它就會不斷的重複播放 好 這樣你比較不會東西不見了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怎麼去被濾鏡這裡 從下面這個地方 從下面這個地方 特效濾鏡 色度鍵 好 進來之後 因為預設是綠色的 所以這個是藍色 你不要選擇藍色的 好 好了之後呢 你可以看我們這裡 我把它們 這兩個 我們先搬到上面來 這樣你做對比 你要調整的就是這三個地方 這三個屬性 由上往下做調整 先從相識令開始 先從相識令 你不要顛倒 就由上往下 這個太多了 智慧不見 回來一點 有沒有回來了 對不對 回來了 好 再來 平滑度 就是它影像的邊緣 影像的邊緣 有時候會有點太多 那你如果弄太多也會變得比較模糊 好 那最後就是這個 你越往右邊有沒有發現變黑白的 就是如果你要演的是墨具 你就用這個 有時代性的 有沒有 那你往左邊就會越接近原來的 這樣清楚了 好 就由上往下做調整 那通常我會兩個這樣直接做比較 會比較容易 那這邊會遇到一個問題是什麼 你看 這裡有沒有欄目 有部分不見 其實一般我們在拍攝 最好不要像這樣靠在旁邊 因為靠在旁邊 你沒有辦法做調整 對不對 這邊 你看 我這裡 我可以稍微裁切一下 有沒有發現 像我剛剛在這裡 我是不是有稍微裁切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到 我這四個角落 哪一個角落邊邊顏色不一樣 這是上面 因為我剛剛上面我有裁切 所以 如果這樣有沒有就曝光了 你知道我偷偷按哪一個按鍵嗎 因為平常我們拉動這裡的時候是做縮放 我有按住一個按鍵叫ALT order order 當你按住order的時候 就等於是裁切這段的影片或照片 好 那你有使用了之後它的顏色會不一樣 讓你比較清楚知道說你是用哪一個 這樣清楚嗎 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好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調進來 那麼其他的影片都是雷同的道理 其他的這些影片 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些煙霧來幫忙的 你可以把這個煙霧丟進來 你看 在這裡 對不對 按右鍵 記得先把它勾起來 因為這個如果撥一次就沒有了就沒了 好 先勾起來 一樣的濾鏡 你會發現我們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多練習幾次好像變得比較厲害一點 有沒有 好 那這個呢 看你去的多還是去的少 多一點 它不見的就比較多 OK 有沒有 這樣大致上還可以的 那你就看看有沒有需要再做其他的屬性的調整 好了之後 有沒有的煙霧就出來了 就把它拉過來一點 所以拍片的不用 不要在那裡自己燒稻草 這樣會被拔淺喔 好嗎 回來後製就好了 不然演員會說我不演了 因為沒辦法呼吸啊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OK 那麼你如果真的確定可以了 你右手邊這裡 有兩個選項 有沒有看到 一個是串流 一個是網路制 如果你要當網紅的 請使用第一個選項 那你同學 有人就會突然跳出來 你在直播喔 會被人家看到知道嗎 你們有看過 那個如果有YouTube頻道或Facebook 這個你會在直播 上面有寫直播鐘 大大大有沒有 對啊 如果你按下去 就會送出去嘛 那下面這個是說 比較單純 就是我把它錄影片 錄在自己的電腦裡面 像我剛剛有錄的 我已經把它分享出來了 放在這邊 在這裡 這一台 15這一台 有沒有兩段影片 我已經把它錄 放好了 所以等一下呢 如果你需要的 也可以拿來用 好不好 還給你